牙齿结构的最外层 包覆着牙罐的是什么呢 法郎子 正确 风肠内部的孔洞呈现正极边形 正六边形 正确 俗称的蛀牙在牙医学上 专有名词是什么呢 蛆齿 正确 荷兰著名的红灯区位于哪座城市 奥斯德兰 正确 常用的背式刷牙法是哪一国人发明的 美国 正确 知名时尚品牌巴黎世家 最早是由哪一国人创立的 西班牙 正确 台语的胡啊指的是什么蔬菜 葫芦 正确 西游记中住在盘丝洞的是什么妖精 自作精 正确 著名的关子领温泉位于哪个县市 台南 正确 有现代牙医之父称号的是谁 加提 知名会本作家吉米是哪一国人呢 台湾人 正确 法国香榭大道中的香榭原本指的是什么 名气 正确 现在是早上十点 那在首尔是几点 十一 正确 希腊的帕德嫩神庙是气势哪一个女神呢 雅典 正确 台铁推出的腾云座舱属于哪一个车久 自强号 正确 时间暂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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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看错吧 61比70 你说他9秒 然后他还有关键10秒 还是这样啊 你等一下关键10秒加给他 好啊 还是71比70 还是这样啊 我们那个电视送给你 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我们超想吃 他说好啊 他说好啊 真的吗 但我们制作人还是想评评看 好 评评看 对 制作人还是想评评看 对 因为刚刚有些题目没有答对 包括我们关主都有PASS的题目 他有一个是现代牙医之父的称号 这个我们问牙医师好了 牙医师是现代牙医之父了 你知道是谁吗 我问牙医师 我问牙医师 我们家医师配给柯柯 柯柯要在看配鞋 配鞋 皮炎废茶 皮炎废茶有听过吗 我来上节目前有点茶 有查到这一题 你有查到这一题 我只记得是法国人 不忘记名字 真的很认真 是法国的皮炎 柯柯有做功课 对 法国的皮炎废茶 他其实被誉为现代牙医之父 主要是因为他在1728年 有出版了一个完整的 外科牙医学 里面就有教大家说 怎么样助牙拔除 怎么样帮人家补牙 或者是牙周病 甚至是畸形或者是移植 或者是更换一些 缺失牙齿的技术 在当年18世纪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非常完整的 牙医资讯 对 也难怪他们没看过 因为有点久了 对 但是在起 他算是我们的起源 然后常用的背试刷牙法呢 我觉得应该 博生医师比较常教导 因为都遇到小朋友 对 就是我们蛮常会告诉他们 标准的刷牙方法 就是尽量使用背试刷牙法 就是正常的时候 我们会分三个面 就是夹侧 咬合面跟舌侧 三个面都要按时把它刷干净 还要刷的最主要的角度 是斜45度 往牙肉跟牙齿的交际的地方 最难清洁的地方 把它清洁干净 牙肉跟牙齿交际 就等于是接近牙根那边 对 记得如果有刷到牙肉的话 不要刷太用力 有些人牙影都白白了 那就是他刷牙刷太用力 那个牙肉都有点被他刷到 有点脱皮了 被刷到脱皮 好 那现在呢 你有关键时刻来了 扣他还是你要 扣他 扣他 好 六一变五一 好狠喔 好 来 那你要换人吗 嗯啊 Elsie Elsie 怎么了吗 我真的 很棒 那你当活着这样 你是绕着吗 活动一下 所以还是不换人 你的队友希望你撑完全场 好 但待会你先喔 好 你先 可以吗 可以吧 你都扣人家四秒了 那不好意思 这边变成五十一秒 已经扣扣了是不是 这边七十五秒 哇 加油好吗 嗯 老师 请出题 唐书《封桥夜谱》当中提到 乌苏城外有哪间四秒 人生是 下一题 一般吃的虾子有几只脚 八只 下一题 相传威林顿牛排出现在哪一场战役的庆功业 PASS 下一题 中国种植水稻跟小麦是以哪一条山河为分界 PASS 下一题 请问NBA冠军金杯叫什么名字 PASS 下一题 狗生病时会躲在阴暗处死亡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 PASS 大意识荆州跟三国故事中的谁有关 一识荆州 刘备 下一题 洋葱大蒜生姜哪一个不属于五辛 洋葱 下一题 相传妖怪千里叶和顺丰尔最后成为谁的护驾 观音 下一题 中国随朝的皇帝他们的姓氏是什么呢 糖 下一题 本草纲目记载的鬼剑筹指的是哪一种植物 下一题 被开除叫做炒鱿鱼 这句话来自哪一种语言呢 时间到 他有70秒 他没有答出一题 怎么会这样 太难了 没有这个很容易 你错了一题后面会注意到 你错了一题你要再回来 就比较悲 我们来看牛奶 因为70秒他没有答对一题 应该是 我就他一直在想风巧月婆 姑叔城外到底什么诗 对 她说南山诗 其实寒山诗 寒冷的寒 姑叔城外寒山诗 对 一般吃的虾子有十指甲 十指甲 十指甲 那威林顿牛排呢 它其实是出现在有名的 大家都知道说拿破仑打败 就是滑铁鱼之意 那滑铁鱼其实是一个地名 那威林顿牛排也是那个庆功宴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打败他的就是威林顿公爵 所以他在后来的庆功宴 他就做了一个牛排 然后上面用那个酥皮包着 威林顿牛排的由来 所以威林顿是跟滑铁鱼有关的 大家不要只记得滑铁鱼 那中国种植小麦跟水稻 是以哪一条三合分界 就是秦岭跟淮河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那个 月均温的气温不一样 然后刚好秦岭淮河这一条 一划分过去 两边就出现不同的气候跟气温 所以种植水稻跟小麦 就有不同的环境可以 给它们种植 这就是一个分界线 NBA冠军金碑呢 叫歐布莱恩碑 就每次总冠军有拿到那个大金碑 就叫歐布莱恩碑 好的 那我们呢 后面还有六十几题啦 对… 就不耽误时间了 对… 关主想说 怎么回来 他就没有镜头 就… 就这一集 我刚有长达七十秒 没有看过你了 就这一集蛮好赚的 你已经有赚很多钱了 没有… 没有… 我们是上半步的 我们还是在这边 我就其实前面白白真的 表现得非常 表现很好 但我们后面也不能怪他 因为说真的 节目的困难度增加 而且大家不是那么常上节目 是 有时候就是你暂停以后 突然聊一下什么一松弦 再回去那个战场 腦袋就有一片空 真的很可惜 对… 不要太严格 好的 那我们还是要 很遗憾的宣布呢 白白他们挑担失败